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付持台灣救狗協會 接著來請收看經典讀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道場同夜大眾 我等所以輪回六道者皆有口夜 或付輕言似語 便口吏詞 扶須假釋 言行相乖 惡暴自招 力竭無免 其得不仁仁悚然爭道 顫喜此過 相遇從有事神以來至於今日 口夜不善 於四生六道 父母師長 一切眷屬編 迷惡不宣 出言粗廣 發語悔報 朋友句話 不意而說 只空為有 只有為空 見言不見 不見言見 聞言不聞 不聞言聞 做言不做 不做言做 如是顛倒 返天異地 自立生物 更相纏磅 言己則迷得不歸 說他則何惡不枉 乃至品俗盛賢 裁良均富 即說師長 傍善之事 無道無義 無所固難 事有優惡 傷行喪命 未來楚痛 永結殷暴 且細笑之情 便能具足無量重罪 何況苦言以加一切 眾等相遇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以惡口夜 於天道 人道 有怨對者 於阿修羅道 地獄道 有怨對者 於惡鬼道 畜生道 有怨對者 於父母師長 一切眷屬 有怨對者 眾等以慈悲心 同菩薩行 同菩薩願 普結奉為歸命盡禮 大慈悲賦 那麼彌勒佛 那麼釋迦牟尼佛 那麼禁斷以佛 那麼無量持佛 那麼妙樂佛 那麼不負佛 那麼無助佛 那麼得差加佛 那麼眾守佛 那麼世光佛 那麼多德佛 那麼佛殺佛 那麼無邊威德佛 那麼異義佛 那麼耀王佛 那麼斷惡佛 那麼無熱佛 那麼善條佛 那麼明德佛 那麼華德佛 那麼勇德佛 那麼金剛君佛 那麼大德佛 那麼極滅義佛 那麼相向佛 那麼納羅言佛 那麼善祝佛 那麼不休息菩薩 那麼妙音菩薩 那麼無邊生菩薩 那麼觀世音菩薩 佑父歸命 如是十方盡虛空界 一切三寶 願以佛力 法力 菩薩力 閒勝力 令四身六道 一切眾生 從始覺悟 同道道場 若有身形居愛 有心不得道者 願以佛力 法力 菩薩力 閒勝力 設其精神 一切同道 守眾等 顫口夜醉 從無事無明 駐地以來 至於今日 以口二夜因緣 於六道中 備起願結 願以三寶神力 令四身六道 三世願對 所顫有斷 所悔有滅 眾等從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或以稱慧 或以貪愛 或以愚痴 從三獨根 造十二行 以口思惡 其無量罪 或以惡口 腦亂父母 師長 眷屬 及諸眾生 或於父母 其妄與夜 或於師長 其妄與夜 或於眷屬 其妄與夜 或於一切眾生 其妄與夜 或父見言不見 不見言見 或聞言不聞 不聞言聞 或知言不知 不知言之 或為焦慢 或為忌妒 其妄與夜 如是罪惡 無量無邊 今日懺悔 今日懺悔 願起除滅 又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其兩十夜 守他惡言 不能覆藏 向筆說此 向此說筆 使人分散 令他因苦 或因細笑 鬥爭兩家 離人骨肉 破他眷屬 禪亂君臣 奔擾一切 如是等罪 無量無邊 今日懺悔 願起除滅 又赴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造其語罪 說無異語 無利異語 或腦父母 或腦師長 或腦同學 乃至六道一切眾生 皆其腦害 如是口夜 所起願對 無量無邊 今日懺悔 願起除滅 願以佛力 法力 諸菩薩力 一切賢勝力 受眾等今日懺悔 令四生六道 三世眾願 一切願結 必盡解脫 一切罪業 皆息除斷 必盡不負 喜諸願結 更入三圖 必盡不負 於六道中 處獨相加 從今日去 一切捨失 無願清想 一切合合 猶如水乳 一切歡喜 猶如出地 勇為法清 慈悲眷屬 從今已去 乃至菩提 三界果報 永不負受 斷三丈頁 出五部位 四無量心 六波羅蜜 增盡生修 行大秤道 入佛智慧 一切願海 皆能滿足 柳通三達 無不明了 得佛三密 聚無分身 登金剛會 成總治果 今日道場 同業大眾 相與已得 懺悔身口最近 此父應須親近異業 一切眾生 輪回生死 不得解脫者 皆由異業 皆疾牢固 十二五逆 必由易造 故佛戒言 不得貪欲 稱慧 愚痴 邪賤 厚多地獄 受苦無窮 今日相與 共見心之 趨易諸事 亦由君之 總策其成 口發惡言 身行惡行 於六道中 能招聚報 當之滅生 事由心造 今欲改悔 先錯其心 賜折其意 何以孤兒 儘言 置之一處 無事不辦 當之劫心 是解脫之本 盡易是盡去之機 三途聚報不來 惡道眾苦不枉 然身口夜出亦淺 亦地為戏難除 如來大聖 一切至人 於身口亦 使得不護 匡乎於或凡夫 而不守聖 若不折措 未見其善 事已經雲 方亦如成 守口如瓶 起得不護 相遇無時以來 及此一心 無名其愛 增長生死 亦能聚足十二苦事 八邪八難 三途六道 輪迴流轉 無不經歷 如是諸處 受無量苦 皆有異業 構起願對 念念攀緣 未曾戰捨 山洞六情 此意無體 輕重惡業 無不備造 或身口不碎 心增憤毒 更相殺害 無憐憫心 若自為有痛癢 不可一忍 筆致在他 唯恐處毒不生 見人之過 志願宣說 自有千詩 不喜他聞 有如是心 時可慚愧 有異地起稱 大道怨賊 所以今言 解功德賊 無過稱慧 有華言金雲 否子若起意稱慧心 一切惡中 無過此惡 何以孤兒 起意稱心 則受百千障礙 所謂不見菩提障 不聞法障 生惡道障 多疾病障 被磅毀賬 生暗頓賬 時正念賬 少智慧賬 近二知識賬 不樂閒善賬 遠正見賬 乃至離佛正教 入魔境界 被善知識 諸根不拒 生惡業家 處於邊地 如是等賬 不可據說 我等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應有無量無邊 稱慧惡心 乃至起稱 不必親足 何況六道諸眾生等 及其煩惱猛毒 不負自知 但是不得為 心想則何所不念 若使得罪心意 則誰不被困 故天子一怒 浮屍萬里 將私以還 孔子紛擾 鞭踏垂浮 有諸罪過 當此之時 何處因言 我依善戒 唯恐苦苦 不生不重 時意第二 通於有事 至於不免 好見共有 未長一日 慚愧改悔 今日道場 同業大眾 稱慧煩惱 異律憂深 雖父欲捨 對盡已發 動與惡懼 念念相處 何時當得 勉離思苦 大眾既知其罪 其得怨然而不改悔 相遇今日 肯道披乘 燦滅此罪 一個人人等於痛切 五體投地 歸一世間大慈悲 父 那麼彌勒佛 那麼釋迦摩尼佛 那麼無所負佛 那麼月相佛 那麼殿相佛 那麼恭敬佛 那麼威德守佛 那麼至日佛 那麼上利佛 那麼虛迷頂佛 那麼至願賊佛 那麼蓮花佛 那麼殷讚佛 那麼至此佛 那麼離交佛 那麼納羅岩佛 那麼長樂佛 那麼不少國佛 那麼天明佛 那麼見有邊佛 那麼聖良佛 那麼多功德佛 那麼寶月佛 那麼獅子相佛 那麼要禪佛 那麼無所少佛 那麼游細佛 那麼獅子游細菩薩 那麼獅子奮訓菩薩 那麼無邊生菩薩 那麼觀世音菩薩 那麼觀世音菩薩 一切眷屬 一切願對 若對非對 若輕若重 以節之願 願燦除滅 為節之願 不敢復節 讓願願以三保利 同家涉受 埃米父護 令得解脫 眾等從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以一二葉因緣 於四生六道 父母師長 一切眷屬 劫諸願對 若輕若重 今日慚愧 發露懺悔 一切願對 願起除滅 又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依三獨根 起於貪心 因於貪始 起於貪夜 若憂若顯 盡空法界 他所有物 起於惡念 我當取之 乃至父母物 師長物 眷屬物 一切眾生物 諸天諸仙物 如是等物 皆念數己 如是罪惡 無量無邊 今日懺悔 願起除滅 又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起於春夜 昼夜燒然 一時一刻 無暫休息 小不是意 便大會怒 取諸眾生 種種腦海 或家鞭帳 或父沉溺 乃至驅破飢餓 懸浮憂 如是稱罪 無量願對 今日懺悔 願起除滅 又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隨諸無名 起於吃夜 無惡不躁 無有正慧 信於邪言 受於邪法 如是吃夜 結諸願對 無量無邊 今日懺悔 願起除滅 又無時以來 正於今日 行時邪道 無願不結 無夜不躁 念念叛緣 未曾戰捨 山洞六情 起諸結夜 或身口不遂其事 心增獨立 乃至細笑 勾起是非 不以執心 與人從事 恨懷禪取 無有慚愧 如是等罪 無量無邊 於六道中 受大苦惱 今日懺悔 願起除滅 眾等從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深夜不善 口夜不善 一夜不善 如是惡夜 於伯邊起一切罪障 於法邊起一切罪障 於諸菩薩賢聖邊起一切罪障 如是罪障 無量無邊 今日之誠 求愛懺悔 願起除滅 又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深三口四 一三惡夜 五逆四重 無罪不作 今日懺悔 願起除滅 又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六根六成六事 妄想顛倒 攀緣諸景 造一切罪 今日懺悔 願起除滅 又無時以來 至於今日 於設威夷界 設善法界 設眾生界 多有毀犯 生壞命中 多三惡道 在地獄中 受無量無邊 橫沙等苦 又多惡鬼 無所事之 橫抱饑渴 受諸熱鬧 又多畜生 受無量苦 飲食不盡 饑食不盡 饑寒困苦 有出生人中 多邪見家 心腸禪取 信於邪言 施於正道 莫生死海 有無初期 三是一切 眾惡願對 不可稱己 為有諸佛 盡知盡見 其如諸佛所知所見 醉抱多少 近日懺悔 願起除滅 願以諸佛大慈悲力 大神通力 儒法調補諸眾生力 令眾等今日懺悔 一切願對 即得除滅 六道四身 今日以受對者 為受對者 願以諸佛大地菩薩 一切賢盛 大慈悲力 令此眾願 必盡解脫 從今日去 至於菩提 一切罪障必盡清淨 舍惡道生 得淨土生 舍願對命 得智慧命 舍願對生 得金剛生 舍惡道苦 得涅槃樂 念惡道苦 發菩提心 四等六度 常得獻錢 四遍六通 如意自在 勇猛精進 不休不息 乃至盡修 滿時地形 環動無邊 一切眾生 今日道場 同業大眾 過去現在 四生六道 從未來即一切眾生 願已經懺悔 同德清淨 同德解脫 具足智慧 神力自在 願諸眾生 從今日去 至於菩提 常見十方 靜虛空戒 諸佛法身 常見諸佛 三十二相 子摩之身 常見諸佛 八十種好 分形散體 片滿十方 救眾生生 常見諸佛 放眉間白毫相光 即地欲苦 又願今日道場 同業大眾 已經懺悔 清淨功德因緣 從今日去 舍身受身 不經地獄道 過湯爐炭 交行爛體之苦 不經惡鬼道 懷疾抱渴 征喉骨腹之苦 不經畜生道 常在酬命 屈齒宰割之苦 若在人道 不經四百四病畜生之苦 不經大熱大寒難耐之苦 不經刀杖毒藥加害之苦 不經即可困乏之苦 有願大眾 從今日去 奉戒清淨 無殿無心 常修仁義 念包恩心 供養父母 如是世尊 奉是師長 如對諸佛 敬眾國王 如真法身 予於一切 皆如吉祥 有願大眾 從今日去 乃至菩提 達身法義 至無所謂 明解大乘 了見正法 幾自開解 不由他悟 一向堅固 至求佛道 緩度無邊 一切眾生 等於如來 聚成正絕 佛法浩瀚無涯 讀宋大聖經典 既能開發智慧 更豐富生命 歡迎十方大眾 踴躍 踴躍 护持本節目 护持帳號 1965-8482 1965-8482 慕名中華印經協會 溫暖的大鬍子 在這個世界上 有許多可愛的小動物 但如果讓你選一下 世上最可愛的動物 我想小鴨子應該不會榜上有名 但下面這幾張照片 可能會改變你的想法呢 這隻小鴨子名叫鴨鴨 它傳奇的一聲 開始於一把茂密的大鬍子 法蘭克是一位熱心場的人 除了樂於助容外 它還經常救助一些受難的小動物 因為它有著滿臉的鬍鬚 所以大家都密稱它為大鬍子先生 看來他們遇到麻煩了 怎麼了 車子壞了嗎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這輛車突然熄火呢 而且我們檢查了好久 也沒發現有什麼毛病 真是奇怪啊 讓我來看看吧 好了 你們試一下 這樣就好了嗎 我想試的 你發動看看吧 真的好了耶 真是太謝謝你了 不客氣 舉手之勞而已 啊 它走了 是啊 那位先生可真是個好人啊 嗯 我聽說這附近 有位熱心場的大鬍子先生 我想應該就是它了 這天 法蘭克在路邊的草叢裡 發現了一顆蛋 於是便將它帶了回家 它不知道這顆蛋裡 正孕育著一隻可愛的小鴨子呢 真是奇怪了 這裡怎麼會有一顆蛋呢 這顆蛋在這裡真不安全 很容易被出來找食物的貓狗吃掉的 誰啊 哦 傑森是你啊 快進來吧 法蘭克的鄰居傑森 看到桌上的那顆蛋後 欣喜地告訴法蘭克說 那顆蛋裡的小鴨子 就快要破壳而出了 法蘭克 真是太謝謝你了 你願意幫我照顧我家的狗狗 實在是太好了 這下子我可以放心出門了 傑森 你太客氣了 我也很喜歡狗狗 有它陪我 我正求之不得呢 哎呀 法蘭克 這顆鴨蛋你是從哪裡弄來的 我剛剛在路邊撿的 怎麼了 原來那是鴨蛋啊 你看 這裡面的小鴨子 快要破壳而出了呢 啊 你是說這顆鴨蛋 馬上就要孵出小鴨子來了 是的 法蘭克 你走近點仔細聽一下 小鴨子正在裡面啄著蛋壳呢 一隻毛茸茸的小鴨子 吃力地啄破了蛋壳 法蘭克看到後非常興奮 他小心翼翼地捧著小鴨子 滿心歡喜地幫他取名叫鴨鴨 他在動啊 嘻 小聲點 小鴨子正準備破壳而出呢 快出來了 快出來了 好可愛的小鴨子 小傢伙 歡迎來到我家 嗯 我得幫你取個名字 鴨鴨 這個名字怎麼樣啊 我叫法蘭克 你也可以叫我大胡子先生 你看到我的胡子了吧 哈哈 看來你也喜歡我的大胡子 法蘭克 你打算怎麼處理這隻小鴨子呢 當然是養著啊 鴨鴨現在可是我家裡的一員了 我可不能將它置之不理啊 我就知道會這樣 那法蘭克 剛剛出生的小鴨子一定要注意保暖 鴨鴨實在太小了 還需要人照顧 可是法蘭克又不能總待在家裡 帶它一起出去嗎 但室外的溫度實在太低了 鴨鴨是需要溫暖的環境的 這可讓法蘭克傷透腦筋 鴨鴨 我今天答應要幫史密斯先生一起修剪樹木的 我知道我不應該把你一個人丟在家裡 可是外面有點冷 你會動壞的 突然 鴨鴨像是發現了什麼似的 一下子站了起來 搖搖晃晃的跳到了法蘭克身上 然後鑽進了他的大鬍子底下 哈哈 你這個小傢伙 還真是會挑地方呢 就這樣 法蘭克為小鴨子 建了一個離自己最近的窝 就在他的鬍子下面 這個住處實在是太棒了 當小鴨子口渴或是肚子餓時 只要動一動 法蘭克便知道了 雖然這隻可憐的小鴨子 沒能在媽媽的翅膀下長大 不過有這個大鬍子也還算不錯 慢了就在法蘭克的肩膀上走走 或是親吻一下他的臉龐 有時還會跑到他頭頂去玩耍 怎麼 鴨鴨又要出來透透氣啊 哎喲 哈哈 鴨鴨 你聽得太用力了 輕點 輕一點啊 小鴨子越長越大 一個月後 法蘭克的鬍子已經容不下他了 不過還好 他還能勉強站在法蘭克的肩膀上 陪著法蘭克一起看電視 鴨鴨 你越來越大了 我的肩膀都快不夠讓你站了 法蘭克打算為鴨鴨準備一個新家 然後再買幾隻鴨子來跟牠一起作伴 這麼有愛心的大鬍子先生 我們是否也該多向牠學習 為我們的動物朋友們做點什麼呢 法蘭克 你這是在做什麼 因為鴨鴨現在越來越大了 我得幫牠做一個新家 你對鴨鴨可真好啊 有你陪著牠 即使少了媽媽的陪伴 我想牠一定也不會感到孤單的 嗯 可是牠如果能和同類生活在一起 會更幸福的 所以等我幫牠蓋好新家後 就再養幾隻鴨子來和牠作伴吧 嗯 說得也是 那我也一起來幫忙吧 哈哈 那我替鴨鴨謝謝你了 天啊 蛇 天啊 天啊